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百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 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 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一種療劑 好,這次要為大家介紹另一個療劑 英文名叫Oxylococinum 其實中文差不多是語音翻譯 歐斯洛可舒林 所以我就這樣用Oxylococinum 簡單一點 其實這個療劑是法國的一個 同類療法的藥廠 這個Baron Laboratory 法國是研製出來的 他們好像是用在鵝肝裡面的一種的物質 或者病毒提煉出來的 這個療劑是在臨床上做過一些實驗 發現它是處理一些流感 尤其是新冠病毒的流感 是很好用的 通常早期就是用來用一種預防 或者是幫助康復 通常我們會在怎樣情況呢 例如我們遇到一些流感高危的環境 例如你家裡有人有流感 或者流感流行病出現 很多人都有機會可能會中招 這個時候你可以當一種預防的情況之下去用 所以這個可以這樣說 對於多種類型的流感都有用 尤其是早期或者一些epidemic 差不多是流行性的流感 通常的症狀包括爆炸性的頭痛 和肌肉冤痛 腸胃的不適 在流感的時候 尤其是流感的初期 例如有鼻炎或者耳朵發炎 流感快要傾向的時候 越早就越有效 通常你一察覺 咦 可能自己可能中招 這樣成為之後 立即開始用它 如果你及早用 就會有機會幫你把流感的病情 縮短了很多 那麼一般的用法 那個藥廠做出來 都是Oxelococcinum 是200C的 就是全部都是用200C的 通常應用的方法 就是每兩三個小時用 那就是它的份量 通常它都寫得很清楚 那還有就是可能 就是需要時再用 好了 那麼症狀方面 就有種焦慮 人的蒼白 尖寒 尤其是對天氣的轉變 是很敏感 那麼有些肺爐的病人 對一些冷凍特別敏感 他們沒有力氣 有發燒 眼和鼻 那裡有分泌 那還有呢 痴氣管 痴氣管 是充血 那麼 那耳朵呢 是漲到痛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會用在一些叫做 Mastoiditis 是乳突炎 很多時候呢 耳朵後背呢 後面有個骨 是凸了出來的地方 有時候呢 會出現這個 這個Mastoid Process 那個乳突的地方呢 是出現發炎 那這個是一個療劑 這個療劑也可以應用的 好了 那情緒方面呢 通常那些人呢 出現呢 就對那個病呢 有特別焦慮感 好怕自己會病 OK 那怕又怕菌 怕細菌 怕病毒 那樣 這個人呢 是很充滿這方面的 對病的恐懼 那樣 可能呢 就發現自己 經常都要洗手洗手 是很不安的 要不斷地洗手的 好了 那還有呢 有些症狀就是 肺方面呢 就出現呼吸有困難 肢氣管炎 還有呢 是肝咳 很痛的肝咳 那 還有呢 是頭痛 呼吸就好像不夠氣 那樣的 那吐出來的痰 通常都是濃濃臭臭 那些咳 都是有痰性的咳 甚至出現肺炎 那這樣你看到呢 其實這些症狀呢 其實一般的流感 包括現在的所謂 新冠的流感 COVAC 這些 都可以應用得到的 這個就是Oxelococinum 應用的地方 好 原醫生剛才介紹的 同類療法療劑 覺得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寧丹妙藥啊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 銅鑼灣 炸電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六創意健康店 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